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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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這個單元我們跟各位介紹一下連區脈衝響應 以及摺機計算之間的一個關係跟操作 那在這個單元我們會先大概複習一下 線性非實變系統的一個基本的定義 接著我們推導出連續脈衝響應 然後我們會從所謂的系統輸入跟輸出之間的操作 來了解這個脈衝響應的效果 然後基於這個脈衝響應我們會推導出連續摺機計算的這個公式 那這是所謂的連續摺機積分的一個公式 首先我們看一下線性非實變的一個基本的定義 好我們先看線性 那線性的意思是說如果有一個系統 你輸入一個訊號X 然後產生出來的訊號如果是Y 那如果你把這個同一個系統 然後你的輸入的訊號變成三倍的X 那它輸出呢也會變成三倍的Y 這種等比例的增加 那這樣的系統就是線性的系統 除此之外 如果你有兩個訊號X1跟X2 丟進這個系統 那這對應產生出來的結果呢 就是對應的Y1加Y2 就會有合成的效果 那這種合成跟地增的效果就是線性系統的特性 好那我們舉個例子 如果你把它變成4倍的X1 減掉7倍的X2的話 那這個系統的輸出呢 就會變成4倍的Y1減掉7倍的Y2 那這是線性系統的一個特性 接下來我們看非實變 那非實變的意思是說 如果這個系統是非實變的話 那你丟一個訊號X進去 然後產生出來的結果如果是Y 然後如果你丟進去的訊號變成Xt-3 就是往正的時間平移3的時刻的話 那它所產生出來的輸出的結果呢 也會是平移3個時刻 除此之外 如果你變成Xt加5 就是往負的時刻平移5個單位的話 那產生出來的結果呢 一樣Y也是變成T加5 也是一樣往負的時間平移5個時刻 那有這樣的特性呢 就是一個非實變的系統 也就是這個系統的響應呢 不會隨著你輸入的時間而不一樣 只是會跟你的相對時間有關係而已 好那我們針對這種線性非實變的系統 我們來討論一下這個摺跡計算所造成的一個效果 好所以如果你今天丟進這個近式的邁衝函數 進去這個系統的話 假設你可以把它量測到它輸出的結果 我叫做H sub D 好也許畫出來是像這樣的 從0開始有一個波折的訊號 好那再來因為它是一個非實變的系統 所以如果你丟進去訊號是一樣這個 近式的邁衝函數但平移D這個時刻的話 則它產生出來的結果呢 就會變成一樣的一個波形 但是往右移動一個D這個時刻 那這是因為它是一個非實變的一個系統 好以此類推 如果你丟進去訊號是平移兩個D這個時刻的話 則產生出來的結果呢 也是一樣的波形 但是往右平移兩個時刻 好那對於任意的KD這個時刻的平移量之後 所產生的輸入 則它產生輸出的結果呢 也是XD然後T-KD 然後這是非實變系統所產生的一個效果 好那如果同樣的這一組 如果你在第一組前面把它乘上 X0這個數值 它是一個數值 那你的輸出呢 也會乘上對應的這個數值 因為它是線性的系統 然後如果你在它的 前面再乘上D這個數值 那輸出也一樣乘上D 那因為它是線性的系統 好以此類推 在第二個我們把它乘上X在D的數值 那輸出呢也是X在D這個數值 然後乘上一個小D呢 那輸出也是一個小D 然後第三個我們就乘上X在2D這個數值 那輸出也是X2D這個數值 然後有一個小D有一個小D 那對任意的KD這個時刻 我們就乘上這個KD這個數值 然後輸出也是一樣這個數值 然後再來乘上小D乘上小D 那這些都是因為它是線性的系統 所以輸入乘上等比例的數值 那輸出也會乘上等比例的數值 接著你再把輸出這一端 先把輸入這一端把它加在一起 那因為是線性的 所以輸出這一端呢也是這些把它加在一起 那這是線性系統的特性 好那我們結合線性系統跟非實變系統兩個特性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整理一下 如果輸入的訊號是這些項把它加在一起的話 那輸出的項也是這些對應的項把它加在一起 好那輸出的項呢我們用總和計算把這全部把它寫在一起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XD 這個近似的這個函數的結果 好那輸出的結果也是一樣 那是XKD呢乘上我們剛才定義的這個 X去SubD這些函數的結果 那這個我把它定義叫做YD 我們把它當作是輸出這個訊號的近似值 好所以整理一下 我如果輸入一個XSubD這個近似的一個函數的話 則它是一個這個總和計算所形成的一個結果 那輸出的結果呢是YD 那YD也是一樣類似的這個總和計算的一個結果 接著如果我們讓D趨近於0 就是我們要用所謂的 用上面這個近似的結果把它逼近 讓D趨近於0看看連續的函數的關係式是怎樣 則上面這個似值會變成是真實的 連續的時間的函數X的T 那這個Summension這個總和就變成積分 然後XKD就變成XTAU 那TAU就是所謂的KD的意思 那後面呢是DELTA T-TAU以及DTAU 那這是所謂的連續 脈衝函數來表示連續時間訊號的一個表示式 那對於輸出呢 一樣輸出如果D趨近於0 則YD會變成YT這個連續的時間的一個訊號 好那這個 計算總和的Summension就變成Integration這個積分的式值 那XKD呢就是XTAU 那TAU一樣是等於KD 那後面這個HD呢就會變成真實的連續的HT-TAU 這樣一個函數 然後最後就是D呢就變成DTAU這個積分式值的結果 從這裡我們可以發現在 左邊下面呢是一個表示函數 就是用這個脈衝函數 跟原始真實的這個訊號去做積分來表示這個訊號的結果 那右邊的這個呢YT 這是輸出的這個訊號 那輸出的訊號呢 剛好等於輸入的這個訊號X 然後跟H H這個函數 所相乘之後再積分的結果 那這代表什麼意義呢 這個意思是說 如果你輸入一個訊號X 然後產生出來的訊號如果是Y 那Y等於什麼 Y等於輸入的這個訊號X的TAU 然後跟另外一個函數叫H 那H變成是一個T-TAU這個函數 兩個積分之後所形成的結果呢 就是Y的結果 那這個就是X跟H兩個的摺跡 這是所謂的摺跡計算 這是連續時間的一個例子 那這連續時間我們又叫摺跡積分 因為它本來是一個積分的一個函式的關係式 那這是所謂的連續摺跡計算 那有時候我們也叫做摺跡積分 那這個連續摺跡積分 它基本上意思是說我有一個訊號X 然後跟H 兩個如果我要做摺跡計算的話 那它會變成另外一個訊號叫做Y 那Y可能也許畫出來 是像這個綠色的這個情境的結果 那這三個訊號 或是這三個函數 所代表的意義分別是什麼呢 首先我們看針對這個線性非實變的系統 那X顧名思義就是輸入這個系統的訊號 那Y呢 Y就是這個系統所產生出來的結果 問題是這個H 那H是又從哪裡來的呢 因為我們說 Y是等於輸入的訊號跟H這個訊號 或這個函數做摺跡積分的結果 那這個H怎麼來的呢 就我們剛才定義是 如果你丟進去這個系統的訊號 它是這個連續脈衝函數 就是Δ的話 那它產生出來的結果 就剛好是這個H 那這個H呢 我們就拿來代表這個系統的一個特性 那H就是所謂的連續脈衝響應 也就是對於同一個系統 如果你輸入的訊號 是這個連續脈衝函數的話 則產生出來的這個函數 或這個信號呢 就是代表這個系統的一個信號的結果 那就是所謂的脈衝響應的關係 好 謝謝各位的收聽